怎樣知道一個人的靈是釋放呢 不知 靈是釋放會怎樣呢 就是 祈禱會好通 隨時又起落 輕散 整個人是 那一刻我是在祈禱 祈禱之後 好通 那就是靈未釋放 你祈禱都未鬆 就是未釋放 有時候有些人是需要時間 人都需要時間 有時候有些人快些 有些人慢些 但是說 你的思想 和你的心 能夠祝福那人 無論你的影響 但是靈的釋放 就是整個靈 長期的靈的釋放 就是靈不通 隨時可以起落 隨時都是輕散的 隨時都是帶著能力的 隨時是不受人影響的 那就是靈的釋放 就是你留意 不是只是思想 或者是處理模式 那只是思想 和處理模式的釋放 但是整個靈的釋放 就是整個人 整個人都很輕散 很鬆 心靈裡一祈禱就通 因為很多人 沒有去到這個位 沒有去到這個位 就是靈也是卡住 鬆 鬆 由於是 車子 車子 工坦 感谢观看